我們今次講到與主同釘十字架的重要性 其實我們這是一個事務訓練課程 是很希望幫助到每一個人能夠給神更大使用 有些人說我沒什麼心 我只是想得到幫助 我只是想得到釋放醫治 我沒什麼心給主使用 當我們沒有給主使用 聖經講到沒有結果字 就會撼下我們飆在火裡燒了 所以其實是不服侍主的人 其實他自己是受苦的 聖經講到當我們肯负耶穌 扶耶穌的握學耶穌的樣式 因為你們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你越跟著耶穌 你整個生命是被提升的 其實不是吃虧的 而我們可以由簡單的開始 而我們有這個心服侍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與耶穌同釘十字架 即是說我們的老我釘死 有些人說為什麼要釘死呢? 為什麼要好像這麼困難這樣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裡面有救星 而不是生性情 我們上居之後 這個圖代表一個人 他信了耶穌 信了耶穌 你看到有聖靈在裡面 他是有耶穌住在裡面的 但同時也有他自己的自我 他兩隻手指向自己 就是我多厲害 人總有他的自我 他的自己 而自我是可以給魔鬼留地步 被魔鬼在他生命裡面有影響 所以信耶穌 如果我們一信耶穌 立即上天堂 問題很簡單 我們很多問題就會沒有 但因為我們信耶穌之後 周圍的人很多問題 而我們仍然有罪性情 所以就很多困難 如果我們一信耶穌 沒有了罪性情 又會沒有困難的 人家怎麼做 你都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因為我們依然是肉身 不是肉身不會有罪 而是因為 我們仍然阿當的後藥 還沒有死之前 我們仍然帶著罪性情 那有些人 當他死過救了 救了 他就說一死的時候 哇靈魂飛出來 哇 忽然間就很開心 鬆得不得了 輕散得不得了 所以我每一次祈禱 我都 求主幫我 有一個輕散的心 這就是我們可以學習到 將這個救性情 越來越減弱 但我們始終有罪性情 他始終會走出來 但我們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將他釘死 這個釘死就是 處理這個救性情 神的旨意 就是基督徒都 和耶穌一起釘十字架 意思不是真的釘死了 而是那個救性情 罪性情 我們有一個新性情 有一個舊性情 新性情是甚麼呢 就是你屬於耶穌 忽然間你會知道罪 犯罪都不舒服 你又會想做耶穌 叫你做個事 你會有種改變 但依然裡面有個罪性情 會容易發怒 想不好的事 埋怨 那樣的 葛羅提書二章二十節 凡有經文一起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會作的 不在時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實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 為我捨其 這套本來就說到他 他說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原來活著的不在 我乃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就是說 一個基督徒 如果他真的肯 給耶穌完全掌管的生命 救我釘死 其實他生命的發揮 是會最好 和最開心的 當基督徒的罪性情強的時候 就算他服侍 他都會爛了神的工作 因為他的脾氣 情緒 他的負面思想 就會影響其他人 所以我們很重要 就是當我們服侍的時候 我們說神幫我 將這個救我釘死 不要有我們裡面這種自我的堅持 教堂太書五章二十四節 一起讀一下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絲 同釘在十字架上 這裡說到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已經把肉體和肉體的邪情絲 同釘在十字架 有些人說 有些人信耶穌也不是 這裡說到就是 按照他屬於耶穌那個方面 那一方面 你屬於耶穌那方面 你就是從耶穌釘十字架 但是因為很多人依然 他裡面那個肉體 他的罪性情在這裡掌管他 所以他在那個角度來說 他依然有罪性情 但按照我們真的屬於耶穌 這個方面來說 我們是已經 我們的肉體邪情絲絲肉 是釘死的 有些人一信耶穌 立刻覺得 不想生氣人 中間有沒有的 最初會生氣人 又會罵人 但是信耶穌之後 立刻覺得不舒服 不想罵人 這個就是一個 新聖情 開始在我們室內做工 有幾個人試過 當你信耶穌 突然間有些事情 你就想改了 有幾個人 請你舉手 其實一個人 真信耶穌 他裡面有一種新聖情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 舊性情沒有處理 就以致影響他了 好了 而很重要就是 我們知道 你越愛惜你的生命 越為了自己自私 但是後果反而會失去生命 有人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只要一粒 它會變成很多粒 但是如果在地裡死了 就會結出許多字粒 就會生出很多字粒 就會生出很多粒 而講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愛惜我們的生命 反而我們就會失喪生命 有些人就是為了 我們能夠有 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為了一生為了自己的時候 反而生命是會過去的 一生人所做的是什麼呢 可能吃呀 住呀 玩呀 當你只是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所有得到的 全部都要過去 但是在這個世上 恨活生命 這個恨活生命 就不是憎恨字的意思 而是你會 看輕你的生命 你會愛神 超過愛你的生命 你會看輕你的生命的時候 反而你能夠保守 保守生命到永生 就是說你愛惜生命 反而你得不到 但是你為耶穌放下 越得到 那麼耶穌答應的 是否會實現的 一定會實現 但很多人相信耶穌 他又不太相信的 信一半不信一半 信可以有永生 第一刻講到這些地方 就不肯的 那麼我們求主幫我們 聖經說什麼 是真的 因為這個神是真的 是沒有走雞 他說的一定應驗的 神的心意和計劃 是完全向祂降伏 就是釘十字架 和祂一起向祂降伏 羅馬書十四章十一節 經上寫著主說 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 萬失必向我跪拜 萬口必向我承認 這句說話 第一就是在審判的時候 會發生的 全部的人 信不信耶穌也好 都一起向神跪拜 一起讚美祂 感謝祂 就算他們不信耶穌 到時候他們都會這樣做 不過有很多人是不能夠得救 那這個是會應驗的 那在今生 很多人都 表面是已經向耶穌跪 但是是不是心跪下呢 那神的心就是 個個都跪下 向祂面前跪下 就是凡是信祂的人 真是在神面前降伏 我的生命屬於你的 我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這個人呢 就是他真是信耶穌 他信耶穌的時候 這個生命的改變 就是神的心意和計劃 好了 而先講到 就是你不跟祂相合 就已經是敵黨祂的 馬太十二章三十節 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與我修罪的 就是分散的 即是不與耶穌聯合的 就是敵黨耶穌的 即是你不與耶穌一起工作 你不與耶穌一起有生命生活 你就是敵黨耶穌的 不與我修罪的 即是與耶穌修割 一起去工作 你就是分散的 你就是把那些東西散開的 即是這裡講到一個 就是 不只是那些 故意敵黨的人 是敵黨神 你不與耶穌同心 就已經是敵黨祂的 當然我講一次 不與耶穌同心 就已經是敵黨祂的 不與耶穌一起修割 就已經是分散 即是說把那些 種子分散 就不是修割了 即是我們與祂一起修割 和與祂一起生命 有這個生命 才是與耶穌生命有關係的 如果不是的時候 就是敵黨祂的 很多嬌紅之外是敵黨祂的 即是祂根本沒有心去想著 祂只是想著信耶穌 在耶穌身上拿東西的 但是耶穌告訴我 凡是信耶穌的人 都一定你是寫幾倍 每十字架來跟從我的 好了 那要釘死些什麼呢 釘死釘死些什麼呢 《馬克福音》四章十九節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 前財的迷惑 和別人的屍肉 盡來把道擠住了 就不能結實 這要講到幾大類 世上的思慮 前財的迷惑 和各人的屍肉 就將這個道擠住 就不能結實 這個種子殺 這個經濟的地的時候 就好像這個人 很多基督台綁綁著的 是被罪惡 是不開心 是煩惱的 越是被耶穌掌控的人 越輕鬆 越平安 越喜樂 你有沒有經歷過 你經歷過 你就相信 相信你就跟著去走 就不要保留 當你保留的時候 你就 你的生命就總是有難阻 那有些人說 難道我都做傳道人嗎 其實 將生命獻給主 不一定做傳道人 你如果沒有被呼召做傳道人 你不用做傳道人 但是你應該傳福音 祝福周圍的人 你就在你的工作上 祝福周圍的人 神呼召是你所做的 好了 第一點 關於這些所有的 就是所有難阻的地方 第一點 我們要明白一點就是 人人都有盲點的 我要明白這一點 就是說 不要以為 我什麼都知道了 我的罪我都知道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是有盲點 是有看不到的地方的 第一 看不到自己性情的問題 有時候人的性情 容易怒吵 傷心 負面 太完美主義 或者看不到自己失責 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看不到 以為自己做得很好 還有 你看到我做得好的地方 我看不到其實我做得好 這是一種的觀念 就是告訴人 我做得好好的 人都有盲點 還有很多人有藉口 就是說 不是我的問題 別人才對我不好 所以我這樣 是他對我不好 這個是藉口 所以我這樣對人 人人都是這樣的 個個都是這樣的 你們故意針對我 你們對我不好 我生出來就是這樣的 我生出來就是容易發脾氣的 所以我改不了了 這些是一些藉口 下面就是講到不同的地方 需要釘神之間 釘些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對神的質疑為抗拒 其實 每個人總有某時候對神質疑 甚至很愛主的 都會在某些時候彈個東西出來 你留意一些說話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麼麻煩 為何會這麼困難 為何你不信耶穌 為何你世上那麼多痛苦 為何我要受苦 是不是有事 就算是一個很衛生的基督徒 當你忽然有事發生的時候 他立刻問 為何神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這是很厲害的人會問的 其實就是質疑神 神是否真的愛我呢 你是否真的對我好呢 你說愛我 為何會容許這些事發生呢 這個人會這樣抗拒 我們信耶穌是怎樣 就是有困難 知道不是神給你的 是這個世界給你的 我知道有困難 但我知道神一定幫我 所以我信靠神 我就不可以懷疑神 還有有些人會說 神不公平 為何會這樣養呢 為何祂這麼少工作 祂又不侍奉主 為何祂養得這麼順利 我侍奉主又不順利 有時人會這樣 去到不公平 或者神要求太高了 要求我這麼多事 我做不到 怎可能 神要求太高了 這些都是對神的抗拒 這是一個例子 看聖經的時候 有沒有博聖經呢 聽到的時候 有沒有博講道呢 有博的時候 你就問問自己 為何會博呢 我也曾經參加過 有些不同教會的執事會開會 是很多吵架 很多爭辯 當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都不是用一個平和的心 是用一個爭論的方式 很激氣的 其實這些都是 即是說 真是質疑 對很多東西是質疑的 好了 有些什麼要釘死呢 就是 有些是我們喜歡 但是不屬神的 以復所說 全家三節 放縱肉體的私用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就是說 這個世界上的人 他們放縱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 他放縱肉體的私用 這裏看到 這裏看到 這裏有三個例子 就是 玩手機 他這裏就說 有個人說 有些人玩手機 玩到睡了一覺都可以玩 我不知道 就是 有沒有這樣的事 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 或者他醒了一下又玩一下 醒了一下又看看 咦 有個訊息又按一下 因為又睡覺 會不會這樣 就是去到 上癮到這個程度 或者是 講閒話 看電視 看電視本身不一定是錯 不過有些人沉迷 如果我們有些什麼是沉迷的 是時時都很體重 很喜歡 而不是屬神的東西 我們就要有約束 要管理自己的生命 我們的情慾 加拉太書六章八節 信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 信著聖靈殺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那左手邊就是 這個可以很美麗的 浪漫 愛情 婚姻可以很美麗 但也都可以成為 很多人的情慾 很多人會 事實上 很多人 雖然和一個人結了婚 但總是會 想想其他的異性 或者是未結婚的時候 會去幻想和不同的異性有關係 這些都是情慾 即是在淪淚的事上 或者有些人他很緊張要結婚 當他得不到結婚的時候 他又很不開心 這個都是一種情慾 或者是貪淺 這個就是 在我們心裏面 有沒有什麼情慾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講的 不要當是理論 而是當你聽的時候 你又問 我有沒有對神有質疑呢 那我就要 一有就把他釘死了 我有沒有起好一些東西 不屬神的呢 或者起好一件事 超 太強的程度 以致用了我很多時間 我就要處理了 或者我們的情慾 我們的內心裏面的情慾 有沒有掌管我們自己呢 我們知道我們就去悔改了 負面的情緒 這個憤怒 激氣又會爆炸 或者是低沉 是會有一個螺旋式的下降 就是情緒會一路走下去的 我們一起讀一二三 就讀下去了 第一就是 負面思想或者是情緒 第二 不處理 第三 不開心 第四 自我批判 第五 負面看人 第六 說負面話 第七 失敗感 第八 粉絲疾 第九 憂鬱 這是一種可能的 就是說 首先有負面的思想或者情緒 不處理的時候 人就不開心了 不開心的時候 就會說 哎呀我這個人真的沒有用了 我真的不行了 經常都不開心的 有沒有發覺 一不開心 都會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不喜歡自己 這個就被我批判了 接著又對人批判 又會覺得 經常都覺得人不好 接著就會很容易 裡面存著的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 就發出惡話 那他口就會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又覺得自己失敗了 自己不好 然後呢 全世界都不好 教他們都不好 粉絲就做了 然後呢 就進入憂鬱的狀態 但這個不一定是這樣的次序 但很多人 我發覺一些人 進入憂鬱 只是有小事而已 有時就是吵架 吵架 變成憂鬱的 有時就是想一些不好的東西 變成憂鬱的 如果大家發覺 你每天都有一段時間 不開心的 是一定要處理的 你每一段時間 是有不開心的 你的內心 是會 可以越來越 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是越來越差的 那如果你有這個情況 我都鼓勵你找我們 去幫助你 得到釋放的 好了 另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罪 但是我們很多藉口的人 這樣對我當然很難搖算他 他對我不好 或者 不改也沒有那麼大問題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一定要改 啟示錄二章五節 所以 應當回想 你是從那裡聚落的 並要悔改 憑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那裡 把你登台從圓柱下去 聖經警告很不重要 這個在啟示錄七封書信 裡面也有說到 不悔改有什麼後果的 這裡就說到 將這個教會 從圓柱下去 將這個教會 完全是消滅的 毀滅的 當人不悔改的時候 我們的罪 有沒有人去處理呢 如果我們說 侍奉主義 但是裡面一直帶著罪 一直帶著負面的東西 我們是很難給神用的 但其實不是很難的 他就說 當你有罪的意念 立即處理 有罪的意念 一出現 你要生氣的人 你就說 我為什麼要生氣他 我生氣他 我就犯罪 為什麼要生氣他呢 人對我不好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生氣他 當我心裏面 有污衛的時候 就說 這個污衛一定傷害我 我就決意 不去給他傷害 這就是 你的選擇 我時時都要留意自己 當然我不是說 我完全沒有罪 但是呢 我一留意到 我會處理 因為我覺得呢 是很浪費心機 熬眼睡的 如果一路侍奉主 一路又犯罪 一路又負面 是不是很浪費心機 熬眼睡 就是你一路耕縱 耕縱 耕縱後 就把那些 髒水倒進那些菊 那裏 你收過了 然後把那些 糞便 倒進那些菊 那裏 是不是浪費了 很多人就是這樣 侍奉 但是跟著又犯罪 又發脾氣 跟別人說不好的事 這樣的時候呢 它是浪費了他的心靈 好了 還有我們 不順復的地方 我們隨時隨地 會有一些 不願意順復的意念 也就是不肯聽神話 也不肯順復權兵 譬如當 聽道的時候 牧師所說的 合乎聖的真理 我們就應該服從 在教會裏面 也是應該服從 但是牧師 應該也是留意 教會有的需要 來回應他們 就不像我控制你們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就是願意順復了 順復就是說 我聽神的說話 也都聽神給我的權兵 而我們 發覺有些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順復的時候 神有幫助我們 願意去 順復神給我們的權兵 和聖經的說話 看到這個人 那種什麼態度 一種反叛性 以前 其實很久之前 可能五十年代 有一套電影 是很出名的 是美國電影 叫Rebel Without A Cause 就是 一個反叛的人 是沒有原因反叛的 那個時代 其實 就是 其實在 這個 就是 世界大戰 是帶來 美國的道德 很大的大陸 就 發明了這個 避孕藥 發明了避孕藥之後 很多人就很隨意 有性的關係 以前沒有避孕藥 有這件事 有之後 就開始 引起罪惡的 向下走下坡 然後 跟著 就是 美國的文化 有很多出現 就是 譬如遙錦音樂 本身 遙錦音樂 可以 你讚你神 很開心地跳舞都可以 不過 遙錦音樂很多時候 是一些 任性 一些放蕩的 那些 不是師歌 那些歌 也有很多人物出現 其中一個 就是 這套戲 叫 《 Rebel Without Cost》 它的主角 即那個主角 叫 James Dean James Dean James Dean 是一個非常任性的 他怎麼任性呢 講到他死了 他要去一個地方 他開車的時候 被警察抓了 不止一次 招數 給他一個 他可能想著 我有錢 可以給 但其實 我不知道 那時候的法例是怎樣 現在的法例 超速 如果那次 分數扣了 都一樣 不可以開車 那麼 他就一樣照 高速的開車 然後 去到一點那裏 那麼 那個高速公務 就不像現在 有個出口 而是 就直接在這條路 轉左 那麼對面 有車 他就想著可以 衝過那個車 怎麼知道 一過的時候 就撞車 就馬上死了 那死了之後 有一件 很奇怪的事發生 這個是我在網上 看這個 James Dean 那個車 那麼 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因為 這個 美國的 這個 DMV 就是說 Department Motor Vehicle 就是這個 叫做什麼 香港叫做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 雲書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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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叫做 教訓人 不要開快車 就把 James Dean 那個車 撞爛的車 就拿去不同的地方 去展爛 就是 告訴人 不要 好像他那樣開車 就是因為他做那套戲 不單止他做 他那個人本身就是這個人 就是 他是沒有原因反叛的 但是呢 很奇怪的事發生 就是當他有幾次 將這個車 擺去表演的時候 都發生意外 都有人死 譬如他把車撞出來 又撞死了個人 總之 那個故事 是非常之怪的 那我們就覺得 就是因為 當他死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很反叛的情況 所以邪靈立刻來拿他的靈魂 邪靈也可能在車上 留在那裡 因為很多時候 邪靈可以留在物件 譬如一些符咒 譬如在非洲 我知道有人說 有一個人 那些巫師 用馬尾做一條癲 他就制過邪靈 制完之後 馬尾打人 那些人就會忍 要不就死 要不就病 要不就盲 這個就是邪靈的作為 而James D 有可能當他死的時候 那些邪靈就在車上 所以車去到那裡 那些人就死了 後來都沒有再這樣做 有試過幾次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呢 就是看得到 哇 就是反叛性可以帶來 這麼大的 嚴重的後果 這也是給我們一個警惕 就是知道 罪一定有罪的後果 但是我們有時候 就是 我是不服你 我是不想和你 我不想和你合作 我是 你叫我做 我偏要不做 我試過一次探一個 就是當時我們教會 有一個媽媽 有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是有幾 即是這麼高度 可能四歲 那些 剛剛開始回Preschool 有展 或者Preschool 不知道清楚 他走過 我就說 你給我開燈 因為他探的時候 開始暗 他走過那個燈掣 他特意走過 不開 他知道我叫他開燈 他特意走過 很小 就已經有種反叛性 我是不開給你看 他又不是很 不是要給個表情 我就是不做給你看 即是一個小朋友 其實你看他的樣子很單純 但是都可以這樣 好了 《屍玉的夢想》 傳道書文章七節 多夢惡多言 其中多有虛幻 你只要敬為神 有些人夢想 有些人夢想 如果能夠做一個大聚會 是好的 不過 如果我注目在 我真的聽到那些人說 神感動你做甚麼 神感動你呢 神感動我呢 將來會做一萬人的聚會 那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想一萬人的聚會 你先想你幫周圍一個人 先不要想著我服侍 我將來要幫一萬人 我將來教會有一萬人 有二萬人的 變成這個是驕傲 即是當這個事奉的時候 都可以成為一種驕傲 我將來要做報永康 這個報永康的聚會 說你真的幾多人 整百萬人在這個地方 看我們全部 真的一路看我們都是人頭 但當人 只是為了自己的私慾的時候 很有問題的 還有人的私慾 會體重甚麼 很多時候人會體重 自己被人體重或者需要 即是 哇 當一個人出現的時候 立即成了人 哇 哇 很歡迎他 我見到一幅 這個 金明 北韓那個 金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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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探望一班的女兵 有個男兵 不過有很多女兵 全部排隊期 但有幾個很特別的 那個照片應該 好像沒有放在那裡 有機會給你看看 那幾個在他旁邊 又拉著他的手臂 哭 哇 很感動 又很開心 我就看到 金正恩 他都很體重 即是我不知道為何 整班都站著靜一靜 這幾個就可以走過來 拉著他的手 即是我覺得 可能是 好像預先整定 即是他都很喜歡 他笑得很開心 他是 人都是喜歡被人看重 即是 哇 那個我看重他 很喜歡 或者被需要 我需要你 我沒有你不見 這是人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得到什麼利益 或者我們成為一個成功人 或者就是 自己經常都想到戀愛 和婚姻 其實我今天所說的道 希望大家可以想 我會不會 很多時候被這些思路影響 經常都看別人怎樣 看重我 當有人說 啊 我上來去 你覺得很開心 很舒服 這個開心舒服 都是正常 不過當你依賴這件事 就有問題 當你依賴別人怎樣看你 就有問題 好了 不合神心意的思想 人對我不好 我就不能夠愛他了 他對我不好 人和事 整個都是不好的 下面就是 人生整個都是困難的 這個左邊的圖 是什麼 是 半杯水 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正面的 可以是負面的 正面就是 有半杯水喝 感謝主 但是負面只有半杯水喝 為什麼半杯是空的呢 就是原來 人的思想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 我自己都發覺 很容易 帶一些負面的意見出來的 這個都是我 太多提醒 我覺得我又更加留意 因為他曾經跟我說過 他說那時候 為什麼 我想跟你去沙灘拍照 第一想到 那些沙灘的沙子 會吹落過照片 第二又要脫鞋 因為要抹腳 一想到那邊勤人 就沒有問我 為什麼會去沙灘呢 我就問他 為什麼去沙灘呢 他說浪漫一點 結果跟他拍照 但是 他就說 為什麼你會想到困難呢 大家會發覺 當你周圍的人問你 好不好做什麼 他說不行了 沒有錢 怎麼去啊 很麻煩的 很熱的 不行了 總會想很多原因 為什麼做不到 這都是我負面 我要去想正念 為什麼你會想這樣做 有什麼原因呢 這樣的時候 就是正念 或者有什麼困難 總是說 總有辦法解決的 人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跟他談到 談到可以的 如果談到可以 談不可以 那我做到多少就多少 我不是一定要改變全世界的 好了 那另外呢 就是 另外一件就是 要釘死的就是浪費時間 那 每個人都要做 需要做的 對不對 起床一定要拆牙的 不過我見過 有些去宣教那些 那些人不拆牙都有的 不洗澡的 那 需要做的就是上班 煮飯吃飯 一定要做 對不對 我們時間一定有的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享受做的 那這個都應該的 就是我們人應該有享受的東西 好了 跟著下面呢 就是親近神和侍奉神 你有沒有發覺那個比例 小很多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呢 就將神的部分 就減少 那要有什麼做呢 就會將神的部分減少 就是 這個東西不體重 那這個東西 這個心意呢 我們都要害怕死 主要是說你幫助我們 真是體重 和你的關係 超過一切 還有我們的財幹 那些財幹 那些財幹 有什麼比神勇呢 第一 人很多時候就會 有財幹要做什麼 想做自己做的東西 譬如 彈琴很美的 好想呢 就是彈琴享受 或者彈琴是娛樂人 就是想做自己的東西 或者想被人欣賞 就算是令人欣賞 那些人讚 很開心很開心 當人好像沒有反應 就很低沉 哎呀 為何那些人沒有反應呢 那這個就注目了在自己 那這個上面就做的 下面就不做了 怕人 所以不用了 糟了 我分享不行的 分享得不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投入 多參與 訓練 操練 讓你能夠去分享 待會都給大家 可以有機會分享的 那很多時候怕了 那以後呢 被主使用的多不多呢 為主使用財幹呢 其實很多基督徒 是很少用的 求主幫我們 其實我們在這裏訓練 但是訓練了是否有用呢 我希望大家真的用出來 耶穌幫助我們 將這種懶惰的心 懼怕的心 和只是為自己的心拿走 願意給神使用 而很重要的就是 底線就是主權 下面的圖 這個就是哪個作王呢 耶穌作王 下面這個祈禱 就看得不好清楚 這裏 都看得到的 看得到嗎 人跪在這裏 這個圖就說 這個人跪在這裏 在神的寶座面前 神作王 但這個圖是什麽呢 這個當然是寶座 就是人自己坐在這裏 我做主 就是我的生命 很多時候人就說 我做事 我想做什麽 我想怎麽 我想怎麽 那這個就是 我自己想得到什麽 但是當你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你做工 我們能不能夠 改變人的生命呢 人能不能夠 改變人的生命 我們有沒有 神那種生命流露出來呢 其實就是在乎 我們怎樣 被神做主 耶穌做主 你整個生命 就會揮煌 就會衝去喜樂平安 如果不是耶穌做主 你自然就很多煩惱了 我是刻意 turn off很多人的問題 我會處理的 我會面對 但是我會不去想 就是我想完 我就放手了 我不再去想了 為什麽呢 我覺得想的東西 是沒有什麽益處的 人的問題呢 我周時都見到 但是我一轉身 我就會放手 我處理了 我就放手 因爲 越想得多 我心就越煩躁 越煩惱 我心整天都會輕鬆的 所以 你看到我們敬拜的時候 或者我有時祈禱 哈利路呀 就湧出喜樂 我祈禱的時候 亦都是 哈利路呀耶穌 你真是好 感謝耶穌 我就把所有我自己的東西 我想要的東西 我想得到的 我放手 反而耶穌裡面 我得到更多 神給我更多 當我願意放手的時候 還有很多時候 就是人敢不敢做 還有想不想做 以上有些難了 但最後就是 你敢不敢 將你的生命 獻給耶穌 給神使用 馬可福音八章三日八節 凡在者淫滅罪惡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 當作可恥的 人只在他父的榮耀裡 和聖天使降任的時候 也要把乃人當作可恥的 這裏呢 看看後面 是誰 是誰 耶穌被什麽 捆綁 捉他審判 前面這個人是誰 彼得 彼得 彼得在這裏 他不夠膽去認耶穌 在當時來說 他是不夠膽 那麽耶穌就說 哪個人不夠膽 在 將我的命 看作可恥的 將耶穌和他的道 當作可恥的 當耶穌降臨的時候 也將他當作可恥的 很多人 基督徒其實 不敢答出來 就是因為 怕著別人拒絕 我感謝神 我希望大家 會看到我的榜樣 就是我經歷聖靈 我就放膽去做 不怕 一路不怕 要去做 就越來越看到人 經歷聖靈 而跟得我多的 又越為人祈禱 又越看到聖靈的工作 如果 有時間 四點鐘來 星期二 四點鐘來 你會看到有些人 得釋放得安慰得醫治 你看到神的工作 這麽真實 你就越來有信心 你的侍奉就會提升 你就會發覺 咦 你都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希望大家 放下這個 懼怕 將這個懼怕釘死 一起說 我奉耶穌明 將我的懼怕釘死 將我不想給神使用這個心釘死 然後 當我們 怎樣去釘受自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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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深信神是掌握一切 沒有酒雞的 沒有酒雞的 沒有酒雞 他一定看到了 甚麼都看到了 臨前四章五節 只等主來 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 顯明人心的意念 那時 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神會看到的 哪個人 服侍他 他看到 你要得到稱讚 你釘死自駕 他會看得到 他會釘 他會欣賞你 他會賞賜你 是沒有人走得 掉神的眼目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不要緊 犯一罪不要緊 無所謂 以後先 總是有這個意念 不緊的 一個心覺得 唉 犯一次罪不要緊 以後再算 但是沒有想到 其實時間很快 時間很快 過得很快 我剛剛 以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是很強壯 他是健身 學 他又做那些 健身運動 在學校那裡做 還有他又學練打拳 他一次都試過 我跟他打幾拳 被他打得很快 因為他練習慣了 但他剛剛 因為藍正義離世 是我同級的同學 其實我同級同學 已經有好幾個 已經離世 時間過得很快 不要說 以後先 以後有機會 其實我越看到 因為我看著我上一輩 上兩輩的 因為我一直離世 我看著我周圍的人離世 我覺得人生很快 我想回 因為在同學時期 我想回那些同學 我想回 哇 現在六十幾歲了 又有老師 哇 如果我小學老師 中學老師 其實已經很老了 當然有些仍然在生 中學那些不在生 但是小學那些 都幾難 當我想到 其實有很多人 我以前認識的 我都試過在網上去找 找一些人 我認識的名字 很多人都找不到 有些人找到 那我就發覺 人真的很快 很快會過來 所以不要以為可以走 不要以為 慢慢來 第二 一起讀 立志 智慧地善用我的生命 就是 神是不走得雞 我們就 決志 決意 我跟從神 將生命獻給主 十二章 又不至一隻六 愛惜自己生命的 就要失喪生命 在將世上 恨慕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 到榮生 當你 放下你的生命的時候 你就得著生命 保守生命到榮生 好了 想想自己為何不能夠放手 有些甚麼不能夠放手呢 第一 那些捉緊的錢 是有多些安全感 我這個安全區 我不搭出去服侍 有多些安全感 或者很多人 朋友是有安全感 所以捉緊的朋友 朋友是正常的 但很多人就是因為 怕朋友笑 所以不敢傳光 或者 怕 失去朋友 如果我說耶穌 會失去他們 那這個呢 又是一種 給朋友控制 就是想在朋友 有安全感 或者想得到那麼多 有時候 人們以為這樣 我靠自己的世上 追求那麼多 但其實 反而失去 以為神看不到 真的很多人以為 我都有事這樣想過 神看不到 不要緊 有沒有試過想過 就是覺得 暫時做了先 不要緊的了 這種意念有沒有出現 做了先 慢慢再算 或者自己 以為自己比神更加聰明 到時都會有 就是好像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神有政策 我有對策 你以為基督徒有這種心態 神有這個要求 我會找一個對策 告訴神 我現在太忙 我沒有打 我沒有錢 於是我們就有對策 反思 這是很重要的 我為何這麼難答出 為何這麼難答出 你問一下自己 為何這麼難答出 你有沒有放時間去服事處 難坐在哪裏 你問一下自己 是否你覺得自己不夠能力 這是另一個藉口 我不夠能力 不夠恩賜 我做出來沒有果效 這都是一些藉口 好了 然後第四個 為何 討告被神 改變對生命的看法 即是 將生命的看法改變 現在我對生命的看法 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我已經有 很長的時間 尤其是 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已經說 我剩下的時間 我就交給耶穌 當我這個時間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即是我現在 還差一個多月 就開始搭車兩元了 即是 時間有多長呢 七十歲退休 很多人都會 七十歲真的很快 如果八十歲 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 都是只有十幾年的時間 當我計算的時候 神啊 求你幫我 改變對生命的看法 不是我要得到什麼 而是我怎樣 將生命給耶穌 讓我 我的生命 是有 永全祝福人的價值 不是永全 不要只想著自己 我永全有多些賞賜 這個又變成 從自己的角度 而是 我永全想祝福更多人 當然 只是說 我永全 我要我的小組多些人 我要教會更多人 這個單是為自己 如果純粹想祝福人 是好的 但有時是為了自己的權力 的感覺 我要我小組更多人 在人那裡拔人都不惜 怎麼說 即不怕做出這一步 即不擇手段 即去做一些這樣的事 神啊你幫助我們 曾經我試過認識一個牧師 以前他不斷教我的教友英文 我問他 為何你要教他英文 我只是想祝福人 但最後 結果那個教友他拔了去 叫他去了 他就說 那個牧師對我好像爸爸那樣 他每天來我家就教我英文 還有一些東西 他跟他開車 車到他家裡 又會抱著他 我說這個人有問題 真的要小心 但他覺得 他說我得到一個爸爸很好 即人有事會不擇手 我就想 他到底是想討神喜悅 或只是想講過教會多些人呢 即這樣做法的時候 有甚麼效果呢 其實對我來說 小一個人當然我不想 但我覺得其實對他來說 他得到這個人 其實是更大的傷害 而且這個人可以成為他生命的破口 即是如果他會這樣做法的時候 就是我們勸都勸不到 所以這個是愛媛法 愛媛法影響到他 即是人可以完全盲目 即是是侍奉神的 但居然是為了自己的原因 講到西書三端十六節 當用具體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豐豐富富的傳入心裏 用詩章 將眾志寧歌 彼此教導 互相勸誡 心為恩賀 歌眾神 這句他講到很多是用詩歌的 但當然聖經有講到很多方面 即是將基督的道理 豐豐富存在心裏 以致話 神啊我從今天 我就想將心裏給你 這些一切那些細熟的東西 負面思想 我都放手了 你願意這樣做 其實那些東西有沒有益處呢 其實沒有長久的益處 只是一時的享受 但長久的 如果你真的將生命給耶穌 是永遠的 所以這個就是 討告神 將我的生命改變 就是羅馬書十二章二節那裏 就說 心意更生而變化 讓我們測驗 何為神的善良順存 可喜悅的指 即是整個生命改變 然後呢 第五點 就是選擇在每一件事讓耶穌做主 定十字架就是神 你讓我 讓你成為我生命的主 第一就是 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目的 你的生命的目的 你有沒有想過 我生命是想怎樣的呢 你的生命的目的 是你盛下的時間去榮耀神 因為你盛下的時間 你就是想賺錢 照顧家人 和做你的工作 因為神 我想我的時間 是服侍主的 祝福人的 不是一定你是做傳導人 但是你就說 神我願意將我生命建成給你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願意管理我的思想情緒以致 然後呢 對人的愛心 對人有愛心 然後呢 侍奉主和大使命 侍奉主很重要 放在大使命 即是說 帶人信耶穌和更生他的生命 有時候人可以做很多忙碌的事 譬如做很多節目 譬如以前我們做很多團契的 參加團契 團契有些是很好的 不過有很多是真是 是 純粹是活動的 是純粹一種玩 那玩又是交易都是好的 如果那個團契是為主 但是有些團契是很少查聖經的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團契 很少查聖經 很多活動的 經常都生日周 旅行周 什麼什麼周 又去那裡玩的 但是呢 是跟大使命有沒有關係呢 好像來得很遠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選擇的 一定是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跟大使命有關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看到自己的生命改變了 看著自己的生命被提升 有人福音十五章二節 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理感情 使之子結果子更多 你有沒有發覺 當你開始聽神的話 你的生命就更 神就處理你的生命 那些問題就處理 跟著呢 你就開始結果子更多了 開始你裡面的怒氣 處理到 你的情緒處理到 跟著呢 你的生命可以發揮更多了 並且呢 要做什麼 給耶穌 信我人也要做 耶穌所做的事 並且要做 更大的事 為什麼更大的事呢 譬如你看看 耶穌和報議康比較 耶穌的事物質素 是沒有人能夠跨越的 沒有人能夠超過 不過 數量呢 又沒有人跨越呢 現在很多人跨越 很多報道家的人數 是比耶穌做的更大 不是更超越 不是耶穌和報道更好 是更大 要做更大的事 這個世界上有的人 做更大的 不過其實 不要緊 你做多大多小都不要緊 你會看著你的事物會提升 其實你開始操練 你發覺開始提升 你開始說 神了我願意放下我自己 我開始把生命交給你 你使用我吧 你願意向神這樣說 因為你想 你到最後都是說 哎呀我本來想著 遲些開始的 怎知道現在沒有時間了 會不會有什麼發生的 其實是會的 其實是隨時可以發生的 當你真的聽神話 你可以被提升 其實生命我們不知道 那時候我曾經在校 做學生工作 那間是一間中學 即是初中學校來的 有一個女仔 即是大約是十二歲左右 他就跟學校去游水 怎知道游水的時候 救生員出去了 他就在水裡浸了 即可能八分鐘之類 接著救生員回來 發現到救回出來的時候 我在演探的時候是昏迷的 即我後來不知道 我只是做學生工作 我不是跟家庭有聯絡 我只是知道他在那裡很愛淡 但後來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那個後來的情況 即是一個小朋友 都可以有這樣的事發生 成年人更加會有不同的事發生 我那時候有一個團契 有一個年輕人 十六七歲 他是因為他爸爸 其實是好不好的 他爸爸出賣他們 本來他們住一間屋 因為他爸爸和他媽媽認了婚 接著他媽媽死了 他爸爸就要收回房子 那兒子就很氣憤 那一晚喝完一瓶酒 到第二天 當他的家人 即他的哥哥弟弟 捧他的時候 他死了 喝酒過多是會死的 這個是我以前的團契一個人 即曾經的團契 但後來離開了 就是人生命可以隨時結束 但如果我們說神 你使用我 我們願意將生命給你 我願意釘四次給你 因為就是這些東西拉緊我們 你想像 你在後面有很多條繩 拉著你 那你拉著你 你就走前 跑一跑 為什麼跑不動呢 為什麼去不了 就是這些東西 才說你拉著了 拉著了 那你有什麼辦法 斬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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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向前 你願意今天 就是斬斷了這些 就是這些 煩惱 負面思想 人的影響 罪 貪戀世界 追求世界的上日事 你永遠幫助 很多人覺得很聰明 我有神 有世界 但其實 你兩樣都得不到 你兩樣 在一個世界 很多人是 很勞苦受煩 轉眼成空 這個世界得不到 神的喜悦得不到 神的喜悦得不到 他只是 有些僅僅得救 有些神也不得救 其實是很淒涼的 一生人 信耶穌 但是沒有什麼喜樂 但當你有喜樂的時候 神就將各樣的封聖恩典給你 是不是更加好 所以我就說 觸實神 最好的恩典 不要觸實這個世界 你的繩 你就可以將它斬滿 奉耶穌的鼻 斬滿這些繩 一起祈禱 求祈耶穌恩待聯繫我們 叫我們醒過來 很感謝神 這次 完全道理 全道所領受 神給我的方向 這個可以是 那段時間 我都請了一些人為我祈禱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神為我開路 神知道誰想服侍祂的 神知道哪個人是為祂 祂就會為你開路 你願意將你的生命給耶穌 神又為你開路 阿里女人生 我的天父 多謝你 因為你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 你的眼目 擦片全地 你看到每一個人的心 你知道哪個愛你 哪個體從你 哪個貪愛世界 哪個被世界拔緊 你知道了 主耶穌好 你幫助我們 因為很多人以為可以 對神都是說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以為我們有對策 對付神 但其實我們沒有人能夠走得掉 沒有人能夠走雞 神你有憐憫 你不斷感動我們 求你今天感動我們的心 叫我們知道我們的時間是很快的 是很快 我們從小朋友的時候到現在 好像轉眼之間 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少年人 主耶穌好快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要見你的面 求你幫助我們 在你面前醒 即是說神啊 我們不要再貪愛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上 愛世界的 愛惜生命的 就會失去生命 所以耶穌求你感動我們 展去這些的成熟 拔緊我們的成熟 令到我們不能夠向前走的成熟 並且我們經常都為自己找藉口 每人都是這樣的 沒有人做得到的 沒有力量的 我沒有恩賜的 我沒有財礦 我走不了的 我們有很多藉口 求主耶穌來幫助我們 知道你是藉口 我們就說 耶穌我們不要用這些藉口 我們就說神啊 我就是將生命給你 你一定起源 你一定祝福 你一定提升 你一定為我開路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人 你自己向神去說 開心向神去說 你願意怎樣 展去這些 所有前類我們各樣的罪 將這些一切釘死 在十字架上 然後將生命給耶穌 我願意有些什麼去釘死 有些什麼要放下 而可以得到神更大 因為神很多福氣等著 聽到給我們 神起源我們 神很想輕輕我們 神已經有個道路 為我們預備了 預備一條美好的道路 哈利路人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